捐款项 诸位 这一次是我们学校组织的活动 要给各个评论区的学生捐款 本次的公益捐款是自愿的 为了杜绝学生之间的攀比心理 这一次活动是秘密进行的 秘密进行 没错 这一次监控都是关着的 等一下你们全部出去 想捐的就捐一下 不想捐的进来再出去就行了 小夕你准备捐多少 我也没想好的 童童你准备捐多少 我也没想好的 我准备啊 别说过了 瞎打听什么呀 每个人想捐多少就捐多少吗 赶紧去吧你 老丈母我先来 把门关上来了 好的 小夕你说雅兰会捐多少啊 五块十块一百块 一百一千 也有可能 哎呀都说了你们别讨论 老师我好了 别说吧小夕快进去 偷端 雅兰 小夕你怎么那么慢啊 我哪里慢的还没给你慢呢 你们两个别说吧 哈哈哈 except 这肚肚怎么比你还慢呀 这肚肚子怎么比你还慢呀 对呀她捐了多少钱呀 都说了你们别瞎讨论啊 ayan老 思我捐好啊 好了自然都捐完了 你下课吧 我去拿捐款箱啊 好 出大事了 怎么了老师 咱们班有人捐了两万块钱呢 啊 两万 对呀 刚才隔壁班的老师 看到我们捐款箱的两万块钱 都已经惊呆了 小孩子怎么能捐这么多钱呢 快说吧 是谁捐的 怎么不说话呀 做了好人好事 还没人承认吗 不是我 不是我 也不是我 哎呀你们都不承认 这么多钱 我怎么向校长交代呀 小夕 你平时最有钱了 是不是你捐的呀 老师 不是我 但是我可以帮你找一下是谁捐的 行 只要你帮我找到 我可以请你喝奶茶哦 行 那首先我们要来分析一下 两万块钱 塞进捐款箱 一定会需要很长时间 没错 很快出来的人肯定不是 但是在班级里 待的最长时间的 一定有嫌疑 但是我们进去的时间都差不多呀 对呀 我比你慢一点 土豆又比我慢一点 所以说你们两个捐款的时间都比我的长 由此可以得知 我不是捐款两万块钱的那个人 啊 这就把你自己排除了 对呀 那这样说的话 是他们两个其中的谁呀 我是第二个进来捐款的 我进来捐款的时候 箱子的位置和捐款前的箱子的位置是一样的 老师 你在最后收箱子的时候 箱子的位置是在哪个地方 箱子的位置 我这个 箱子好像是这样放的 果然不出我所料 你说的什么意思 这捐款箱和捐的钱有什么关系啊 从箱子的位置变化 就能判断出谁捐了两万块钱 没错 捐两万块钱的那个人就是土豆 啊 为什么是我呀 对呀小夕 你说清楚 因为我和俩男捐的钱不多 非常的轻 直接丢进箱子里面就没事 但是土豆成捧了两万块钱 不容易放进箱子里 所以他在捐款的时候挪动了箱子才放进去的 哦 原来真是土豆捐的 我确实捐的不多 我捐了两百多 土豆 你怎么回事呀 怎么捐这么多钱呀 老师 不是我 还不承认啊 再不承认 要请家长了 嘿嘿嘿嘿嘿 老师 你就请我的家长吧 嘿嘿嘿 你怎么回事啊 这什么情况 土豆你怎么哭了呀 你们不知道 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 嫌过我的爸爸妈妈了 土豆 那你捐这么多钱 跟嫌爸爸妈妈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咱们平时太忙了 总是把我丢给爷爷奶奶 他们说要努力赚钱 有了钱才能给我更好的生活 他们还说了 我的零花钱是全销最多的 肯定是最幸福的小孩 哦 那我明白了 他们是用钱来弥补对你陪伴的缺失 没错 所以我就想着把钱全捐出去 让他们多陪陪我 等一下呢 我要给你爸爸妈妈打电话 让他多陪陪你 但是这些钱呢 你要拿回去 啊 那好吧 好 行了 我们开始上课吧 太感人了 你都那么有钱 平时怎么没看出来呀 我怕你没看出来了 不和我玩 好 太感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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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感人了